这个过目不忘 有个孪生的成语 叫过目成颂 过目成颂 也是记忆力特别好 它要颂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说 王灿在颂 这个蔡庸 他写的新作一样 但是过目不忘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能颂 有的时候是不要颂的 我们说到那王灿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有一次呢 他去看人家下棋 有人不小心 把那个棋子都弄乱了 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王灿说 这个棋原来的样子 我是能够复原的 大家都不相信 就拿一块布薄 把那个棋盘盖上 拿另外一个棋盘 给他 让他复原 结果他复原的那样子 每个人都认同 这个也是过目不忘 但是他不要承颂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张松 张松当时候呢 他要去见曹操 曹操是一个熊啾啾的人 那么张松呢 其貌不扬 比较单薄 个子也比较矮小 他去见曹操呢 曹操一看 一个这样的人啊 就不在意 比较怠慢他 不尊敬他 于是他在洗脚的时候 来见他 这个时候张松啊 一肚子憋了气 怎么能这样呢 第二天曹操的主部 就是管那些布局的 叫杨修的文官 就把曹操的一个星座 叫孟德星书 把这个孟德星书 拿给张松看 张松呢 本来就是不高兴 然后又是曹梦德的星书 曹操的星书 他就想 我有什么办法 来调侃一下呢 他就不作声 把这个书看了一遍 看了一遍以后呢 他就跟杨修说 这个书啊 叫星书吗 这个书在我们蜀中 那个地方 小孩子都能够背诵啊 这怎么能叫星书呢 这个书被安上了 这个曹丞相的名字 他是作者 可能只有大人宁啊 才被他哄了吧 这一句话 把两个人都损了一下 都调侃了一下 这个杨修呢 就不服气 结果这个张松呢 就把刚刚看到的这个书 从头到尾背起来 背的这个杨修 十分的佩服 他连满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曹操 曹操想 我的这个书 真的没有新意吗 难道真的是 属地的人都懂吗 而且张松说 这个书呢 其实是战国的时候 一个无名是写的 那么别人都写了吗 曹操是想 真的是没有价值的话 这个书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就叫人把这个书烧了 这就是有趣的 用过目沉颂的本事 来调侃那个怠慢自己的人 我还没有发现 我也没发现 咱们试试看 上然后可以 发现